替風的進促在未來的本廳的生態環境變好 觀光是替風進促了後的復加價值 甚至後的環境停車位下觀光客 不過只能在外太家主治的遊樂設施 在國無省實力 年度不會來的 用次見生態的維修改太不同 建設Tendency過轉變 也不會進來的 但因為其中 從頭八百年次的觀光耗職 今明年初公開 看報將黑觀光字幕 來看記者的《強烈法》 通路親電解放途 這日後的台北斗 一位清台編發 我们先有大波池环境教育馆 之前是音乐馆 现在有水上码头 有装置艺术 有游船 有自行车道 大波池是花东重古 最重要的国家级师地 那我们希望大波池也变成 台东县最重要的 环境教育场域 我们的游客来 就要配合时尚的感觉 标志轻轻的拿水埔永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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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轻轻轻轻的台水埔永及古城 就连游船时间在为佛池的发水埔 要用这位留下台鼻桶的风 那现在不管什么时候去大波池 都有很多游客来 那我们创造一个这样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态国家级师地 很多游客来这边干什么 坐在湖畔发呆 发呆是一种产业 來到時尚跟農民聊天也是一個產業 這就是台東要推的滿經濟 水月開通以後 就過邊的台皮桶 不一樣的生態環境 青島自表新的通物和吃物 有在過出現 土壤清淤掉之後 它曾被沉積在底下的 生埋在底下的種子就有可能出來 就像我們之前挖 這邊曾經挖過之後發現到有白河 一個東西沒帶沒錢 等了三十年 一個增設才給它恢復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大坡石 約做清水設施 然後讓螢火蟲穿山甲水漬 以後要靈角這些 不管是鳥類動物植物 能夠再恢復到大坡石 大坡石 沒有任何人工的建設 像肥膚保留台皮桶 不斷地擁有 在那之後的營客 三點都年四年的增加 池上鄉遊客 百分之七十是回遊客 這很高 百分之五十都是來兩次以上 而且都是年輕族群比較多 都五十歲以下的 去年大坡石的遊客數 已經是到七十萬了 不然大到是一百多萬 但是八年前 我們當鄉長之前 大坡石的遊客數不到兩萬 在那裡 沒有任何人工實筆 此生的年 我們用鑑法的工廠 從台皮桶 年來的田園生園的風景 全古來 不斷地擦到雷德亞 請重開 人客雷德亞未吃到 請新鮮 在彼桶的隔壁 是幾年水空發燈的順調價 是最有感覺的 結果來前提以後 年下增加一般國家 不帶蓮 蓮花都很多 很多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因為它會卡住 卡住的時候 就變成 很多遊客會說 為什麼那一邊 都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就是有 布袋蓮跟蓮花的原因 之後 我想要到的地方 或是我想要去的目的地 還可以看到生態池 是在哪邊在哪邊 我們在南邊 有一塊很大的保留區 哇 那個坐船進去 很寧靜 整個是寧靜的一個氛圍 我現在說了 還會去吉普派 因為人喔 坐船 尤其是竹筏 沒有那個馬達聲音有沒有 就靜靜的飄到湖中央 然後靜靜的看天 看湖水 看鳥 就跟游泳一樣 你要挖身拉長才有力量 如果你是蜻蜓點水的話 就撥水沒有一樣 沒有什麼動力 你會想要去的地獄 在餐廳上 就有什麼都是神光水石 也會是嬌存的 很爽的 人家就在其他長所 沒有那些 從某種類的長所 都太比同 就怕木頭 在山上 破壞的安靜之間 黑豆的調味和發脆壓壓到 下來六十個鳥的營養 香蝦入樹菇台筆桶 他們會說 有這種水域 有這種環境 你們還可以想到說 有竹筏啦 就是盡量少用那個動力的 他們說這個非常棒的構想 其實池上這個景很美 就是一個山環抱的 所以你怎麼看的是 天氣線都很美 我們不要有那個馬達景很吵的 曾經有人在這裡玩過水上摩托車 很快的就被時尚人給制止了 我像台筆桶的奶河狗 我們就向師傅做晴鐵 在侵犯前有侵犯時間的事情 不過可能路的一生意 沒有那麼多的一生的時間 就有可能肥膚燃養 那這樣這個工程的名字叫什麼 這個大坡是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是屬於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那主要的就是把這邊進來 開風啊或者是迎來的水 就是透過這邊出去 透過這邊開風啊 避免掉那些淤泥進入到大坡 對 對 對 正式台筆桶就像那個 伊朗剩發故事的 泰銀山泰沙摩菜宮 讓人清潔的一隻瀑布呢 一路太陽有燉的整台片在來 遇到颱風遇到下雨 整個園區都會積水 那我們的廠商它就沒有辦法去清 一拖又是好幾個月 所以這個部分在天然的災害 非常非常難以去控制 那這會導致我們進度會很緩慢 將會插帶到過邊 太比桶燉來的問題 就會從年頭來積極 所以我們今年啊 在西邊的淨水口 我們做了一個淨水道 所以以後的水 農田的微水 淨到大坡池 會先過我們的淨水道 目前在東邊的這部分 它的淤土相較比較少 那我們也有做一個 檢疫的沉沙池 所以我們將來只要 針對這兩個地方去維護 這樣就好了 才幾個月我算一下 6月 7、8、9 欸 大概不到三個月 這些荷花就開始這樣子 入侵入侵了 然後種在中間那個淨水 好可憐 我就這樣小小的 幾乎快要被淹沒了 家裡有印鈍來的問題 這麼一句 太比桶本燈一定發的水面 由此一份青梅山的鵝來煮 水分色的河花 就把河花捲起來 河花太高的世界 要噴在田蔥 用不著這樣 拱到那裡 它葉子上來 底下的生物就沒有養了 你知道嗎 它沒辦法行光合作用 它就會缺氧 事實上荷花種的是經濟產種 那在這邊變成觀賞 那觀賞的時候 它就 你沒有適度的去勞動 是不對的 除了在做減法的工程外 我們在生態也下足了功夫 就像我剛剛提到 我們做了進水道 做了生態富裕 甚至保留了原生種 其實我比較希望說 大坡只能夠透過淋繳的方式 讓它可以產生一個 經濟效應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水質能夠回來 林國和這個太比桶 全體有全國的地方 像生存的空間 發髮的荷花也沒有空到羊 獲得 我們獲得有漆漆的古老爺 用說 和青山芒體富裕 太比桶造棄的物種 我將也大出生 反經交流最後的蟲蟹 像我們今年 也獲得了國家教育獎的肯定 我們有入圍了國家環境教育獎 那將來我們香港 它希望把大坡只打造一個 環境教育認證的場域 那希望只要是花東的國小 國中來畢業旅行 一定要來到大坡只 來認識大坡只 這次地圖你們做得怎麼樣 好 沒辦法 沒辦法 有嚇到嗎 有啦 有啦 台比桶 大體的各種的建設 沉淮的田園的好返金 因為這樣 特度的傾斗 和生態返金有關的狀 不過 對此種人來說 結論的感染 最重要的是 今年沉淮的 鐵部卡夫缺的 山坡 韓國土洞洋朋友 打嘴骨的吃菜 我沒有客氣的 等一年來 用什麼等一年來呢 路人家 鑽得比較涼 風景比較好 涼得粗 風來 油水 很清涼 路人家 沒辦法涼涼 壓大坡只 你覺得沒好減 十匹嗎 十匹都沒有 十、十匹 有醋的 拍得更清涼 就安用多好 他跟他聊 他都沒有這樣 切… 更清涼 就好 有的 菜池土有黑豆嗎 有喔 我只炒比黑豆 用的黑豆嗎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两个板块的一个缓冲地带 缓冲带也可以讲缓冲带也可以讲 所以地震在大坡子这边 它就是有一个伸缩缝 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此中团成团的台比桶 在菲律宾板块团柚子板块 吃饭的素菜 发生铁团的世界 就变造的两个板块子监 田园转型的素菜 0918池上大地震6.8起 这个在池上来讲是70年以来最大的地震 那大坡子这次针对这个地震 只有一些少部分的木栈道 还有柏游路面有一点突起 大概就这样 灾情很小 那大坡子本身就是一个断层池 所以它两个板块之间的一个缓和带 也等于是一个缓冲地方 那地震在这个地方缓冲 相对的我们这边的人工设施少 所以它的灾害也少 那你再看过去 人工设施相对的不多 那那个最新做的那个码头 也安安安无恙 好的工设在医生眼前就开始拿着钢发工厂 保育吃饮饭金 古设在2900的泰铁档 正有顺眼铁丝丧 不过对泰铁档三毛玛的哀悼 来 你们从哪里来 台南 台南 我从高雄 高雄 开车过来吗 开车 开车哦 去团高厚和那个游车堂 在国际落的年下 他们都都带笔档来了 游客可以很放心地来大坡子玩 像今天我来看的话 有很多很早就来大坡子 不管是静坐 放空 冥想 散步 都是一个很安全的 一个自然教育场域 在大坡子还可以划船 还可以赏鸟 这是大坡子独特的地方 所以来大坡子游玩是很安全的 也很舒服的 台北档经过的干法策畜的工厂 贫荣的通过的6.8级的台梯档 以下就点点人客来担心 台北档 善泰和四年勇严益兄弟 讲讲的经验 大坡子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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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坡子赞